白宫11月9日证实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11月15日 在旧金山湾区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白宫表示 本次拜席会将寻求稳定两国关系 开放沟通渠道 白宫资深官员说 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 即保持包括军事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而在区域和全球问题方面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 中国对朝鲜的支持等都在讨论议程中 拜登总统将向习近平强调 美国希望中国向伊朗表明 美国不希望中东的暴力升级或蔓延 并将明确警告伊朗如果进行挑衅行动 美国已准备好迅速回应 拜登也将提出双方有分歧的议题 包括两岸议题 南中国海 还有为美国公司与工人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等 美中也将在包括气候变化 健康、经济稳定方面寻求合作 芬太尼、人工智能也都在讨论议程上 中国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 在美国的分支11月9日遭到勒索软件攻击 导致部分系统中断 公营金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表示 发现受到攻击后立即切断并隔离了受影响系统 并且开始调查并向执法部门报告 相关的专家正在推进恢复工作 彭博社指出该事故导致美国国债市场出现混乱 一些交易无法结算 交易员被要求改变交易路线 美国媒体披露 本次黑客攻击行动可能是一家名为Logbit的组织所为 该组织有俄罗斯背景 上周刚刚攻击了波音公司 在今年1月攻击了英国皇家邮政等企业 这个黑客组织惯于使用恶意软件 对受害者电脑上的文件进行加密或者偷窃 然后要求支付解锁文件的费用 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指出 Logbit是去年全球最活跃的勒索软件组织 已经进行了至少1400次网络攻击 美国国家气象局正在追踪南加州地区 入冬以来可能出现的第一场暴风雨 预计11月14日至17日及下周2至5之间 高海拔地区预计将出现大范围降雨 震风和降雪 部分地区降水量可能高达3至6寸 洛杉矶地区国家气象局9日预报称 南加州下周中间段的三天内 可能会出现一致两场风暴 带来中道大雨 大洛杉矶地区降雨的几率为90% 大部分地区50%的几率可能降雨1至3寸 10%的几率降雨可能高达3至6寸 风暴预计在部分地区形成洪涝 滨海地区会出现大浪 海拔6000尺及以上山区大几率出现降雪 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在可能的暴风雨到来之前 注意清理房屋周边的渠道 确保激流畅通 民众在暴风雨期间的户外活动建议提前做好备案 远离水流汇集和山谷低洼区域 气象台将会在未来几天为民众提供更为详细的天气动态 可多加留意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再起争端 菲律宾11月10日谴责中国海警采取无端胁迫和危险举动 包括对菲律宾一艘船只使用水炮 试图扰乱其在南中国海的补给任务 此次事件是两国因争议海域引发一系列海上对抗中的最新意气 菲律宾表示 中国的行动不仅将我国人民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而且让人对其呼吁和平对话的诚意提出质疑和严重怀疑 对此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周五表示 菲律宾两艘小型运输船和三艘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并称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只进行跟肩 采取管制措施 对飞方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做出临时性特殊安排 甘宇强调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飞方行径侵犯中方领土主权 敦促飞方立即停止侵权行径 甘宇智 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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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